大家好,我是有点犀利有点帅的Black 上捷克我们讲了登录系统的一些代码 也写了一些代码 那么这节课我们接着往下讲剩下的一部分代码 我们讲了这个注册完以后的返回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 如果它是1的时候,它返回是0的时候 我们这里面应该干什么 我们这边它之后反回到action里来了 反回到action里来了 我们就把这个软道打出来 把这个软道打出来是吧 看看那是怎么回事 那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我们现在刷新一下页面 刷新一下页面 我们发现Redout比较复杂 Redout比较复杂 Redout是把这个源源不文本的东西全部都返回出来了 这是什么 这是你传进的参数 这是安全的模式和这是不安全的模式 这个时候code等于0 是吗 code等于0就是成功 成功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 成功我们现在做一个简单的处理 简单的处理 Redout什么 Redout的code code等于0 code等于0意思就是说新电用户成功 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们展示什么模板 我们展示首页就可以了 是吧 注册成功 展示首页是不是 展示首页 是吧 我们这个时候展示首页 我们看一下看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Pray这个页也没有用刷这儿 好是吧 展示首页是不是就好看一些了是吧 但是呢 这也不应该这么干啊 我们是不是应该给用过个提示啊 老师在这里啊 留了一个这个 success啊 success html 我们在这里啊 把现在给它改个名 改成TPL 这个是专门用来处理什么 处理 就是这种成功页面的啊 成功页面 你可以看到啊 这里有一个注册成功啊 三秒后进行跳转 跳转到哪里去是吧 跳转到哪里去 然后呢 这里到底怎么去写能合适一些 老师用什么去跳转啊 这里老师用了一个MAT标签跳转啊 现在看把它注销了 把它注销了 但是呢 后面老师老师要怎么怎么跳 后面老师要用 也可以用gs去跳啊 也可以用gs跳 老师现在用MAT标签去跳 用MAT标签去跳 这里还有问题了 同学们这里的HID还在啊 那我们先把它干掉 我们把它recruit进来 incruit进来是吧 跟他们都一样是吧 跟他们都一样 跟他们都一样 好那我把它incruit进来 然后呢 把它这个地方干掉是吧 然后这个photo也干掉 是吧 改一下 大家不要忘了改一下啊 改一下 同学们说失败怎么办啊 失败 那写一个失败页啊 失败页是吧 失败页同学们自己去写啊 老师也就不跟你去写啊 然后呢 注册成功是吧 注册成功300后跳转 这个地址啊 这个地址啊 这个地址理论上跟什么啊 跟刚才HID的地址是一样 刚才跟那个什么 跟那什么是一样的啊 跟这个地址是一样的啊 这个地址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这个啊 我刚才不应 这个是不应该放在HID里的 这应该放在这里头 是吧 这应该放在 这应该放在我这个页面上 这是这个页面所独有的啊 这个页面所独有的啊 刚才这样写是不对的 刚才那样写是不对的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HID也弄进来 是吧 HID弄进来 HID弄进来 然后把Folder弄进来 Folder弄进来 是吧 Folder弄进来 我们看看这个页面有没有问题啊 刚才这个页面有没有问题 看看这页面有问题 怎么看呢 我们首先啊 再找到这个啊 是吧 把它改成success 是不是啊 success是不是啊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页面 是吧 再刷新一下 发现它到这个页面了啊 到这个页面了 这个页面 现在样式好奇怪啊 怎么办 怎么办 不要紧张 调一下 啊 这里有发现问题了 问题是我们把HID里面 该用的啊 又多用了一遍啊 那我们现在把它处理一下 是不是就正常了呢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删掉这一截啊 删掉这一截 我们保存一下 哎 刷新一下页面 刷新一下页面啊 可能有些同学发现一个问题啊 不让同学发现没有啊 有些同学发现啊 就应该深思一下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 没有发现的时候啊 点一下同学们啊 这里是有一个很重要的bug啊 同学们可能没有发现 我每次刷新一遍页面会怎样 因为刷新一遍页面 这个用户会被插入一次 是不是啊 会被重新新建一次 那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么个情况 是不是啊 我刷新几次 还就有多变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这样是不是个问题啊 这样是不是个问题啊 这样的话 是不是属于一个非常 非常不小心的一个bug 应该不应该有的bug 是吧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怎么解决 这怎么解决 哎呀 同学们肯定会想 老师不解决吗 我说不解决 行 交给你们同学们 解决 重复 插入问题 这是作业啊 同学们一样技术啊 解决重复插入问题 我这边就不给你们解决了 这个问题很简单 但是要动脑子 然后我们刚讲到哪了 我们讲到这儿 然后呢 同学们会发现这里面 到这个页面以后啊 我们还要再什么 进行跳转啊 还要进行跳转 还要进行跳转啊 我们先把这个注销打开啊 注销打开 这是什么意思啊 三秒几秒钟跳转啊 这是跳转地址啊 我们跳哪儿 我们现在什么 它本身应该是 从哪里来我们跳哪里去 是不是 哪里来跳哪里去 现在呢 注册啊 我们注册啊 就跳什么 就跳首页就行了 是不是 跳首页就行了 是不是 我们把地址复制出来 是吧 我们直接跳首页 直接这样写就可以了 直接这样写就可以了 我们直接跳首页 是吧 好 这个呢 跳首页 是吧 跳首页 然后三秒钟跳转 我们看看它会不会跳转啊 我们刷新一下 1 2 3 哎 是跳转了啊 跳转到block啊 跳转到block 然后它为什么又出现这个页面 出现这个index又出现这种问题了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什么问题啊 怎么回事 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正常了 是正常的是吧 正常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 从这跳转 我跳过来是怎么回事 嗯 刚才可能是有缓存的问题 有缓存的问题 好 那现在没有问题了 是吧 注册完了以后 我们就到这了 但是呢 注册这么多用户啊 注册这么多用户 是不是有问题啊 是不是有问题啊 登录的时候会出现什么 出现异强是吧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想把它清掉 把这清掉 把这些不要乱七八糟数据清掉 我们重新再处理一下 重新处理一下 我们操作一下 我们清表 我们全选 勾中 删除 是吗 是 好 现在这个表里什么也没有啊 什么表里什么也没有啊 那我们现在重新走一遍流程啊 注册一个 注册一个 登录注册 注册一个什么 black是吧 然后密码啊 哎 这不是注册 是登录 注册一个 然后我们注意什么 black密码什么 123 是吧 123 123 然后拟称什么 拟称我是black 你们这都有了是吧 然后更签名写什么 有点犀利 我是有点犀利 帅的 black 好 我们提交一下 看看他是不是达到我们想要的那个效果呢 哎 发现是吧 是否注册成功啊 是否注册成功 哎 成功以后到这 那好 我们现在干什么 把登录串起来 是不是所有的这个这个流程就没有问题了呢 是不是同学们 对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啊 登录模块的主要功能 我们就可以说完成了 那我们现在干什么 我们现在把登录串起来 好 我们看到登录页面啊 我们把刚才的black输入啊 密码是123啊 TU看效果 TU看效果 哎 效果是什么 打印他的UZID啊 打印他的UZID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他action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看他action怎么回事 好 sublogging action对吧 他如果成功的时候 然后扣的不等于1的时候 他是不是就到这里了 是不是到这里了 然后把这个station全部打出来 打出来 我们大家看一下 我们大家看一下 我们看怎么回事啊 稻层啊 稻层的getuser getuser 这是他的这个 是吧 审查他是不是有这个用户啊 要看到model层 model层怎么回事 model层就是说 取他 按一定信息取 取他如果有 那就告诉他 这是登录了 这个用户是存在 这个用户就是存在啊 那么回到action层里 action层 这个时候在这里啊 这里 这在做什么 往station里写啊 在做什么 登录状态的 登录状态的维持啊 不能每次都写是吧 登录状态的维持 维持是吧 然后这里呢 这里啊 这里啊 有个同学可能发现了 我们只取UZID是不行的是不是啊 这个时候把nickname加上是吧 nickname加上 nickname加上啊 nickname加上啊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一些登录所有需要的一些信息就取出来了啊 就取出来了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 在这里我们把登录状态写好 然后呢今天我大家的同学们讲就讲到这里 剩下的需要同学们自己去完成 首先需要完成什么呢 完成什么 现在除了这四个问题还要完成吗 完成登录 把登录逻辑剩下写完 然后呢 然后再思考一个问题 思考什么 思考 session 和cookie的关系 然后再想一个什么问题啊 怎么实现 登录一次 保持一个月不用再登录 同学们啊 这六个问题啊 是这节课客下解决的啊 要解决的 你要不解决这个问题 可能以后我讲一些东西 可能大家就联不到一块去了 希望同学们能努力的把这几个问题解决 好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看 有点戏有点帅 的black 讲登录 登录模块的开发